这所谓新生之火可以燎原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亚子兰大IT协会协会长王军先生 有请王先生 你好 今天刚才听了各位几位的发言人非常感动 作为这个基因的成立 首先代表IT学会 老师热烈的祝贺 以及崇高的经营 刚才曹洪费的还有小王都提到 这项活动是从一张照片 几篇文章 然后俊套的行动 那么当然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另外一个miss掉的一个大家可能问 也是我们118的媒体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118的媒体的作品 这个新的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媒体的宣传推动 我想对这个整个活动 应该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我想在这里 我觉得 我来美国二十多年 我觉得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从来这里求学 来这里工作 然后安家日业 然后个人事业发展 然后到今天 大家能够把精力注意到放在回馈社会 回馈社区 然后奉献自己的爱心 这对我们这个华人 这个海外华人 亚特兰娜的华人 应该说是一个境界上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说这个学会 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的成立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事 刚才陈会长还有周旭峰会长他们所说的 我相信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 也是他们个人的经历 因为陈会长 我知道我跟他聊过 他以前也是非常热衷于这方面的世界 做过很大的努力 他非常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 周旭峰会长去年 在过去的两次募捐活动 起了一个领导的作用 然后在这过程度复杂的巨大的努力 这些我们都看得到 所以他们的经验和肺腑之言 和一些建议 我想应该会对新的基金会 会有一些帮助 另外基金会的理事 这里面有一些 有几位是我们IT协会的理事 我们一起工作过 尤其有几位是我们 等会我们一起合作过 也都是亚诚华人社区的 对社区活动非常有很多贡献的人 所以我们也 我想非常相信他们能够把这个活动 能够搞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里 我也忠心的祝贺 ょ stret塔尔子 我们跟她传 eingel rapping 身杂的 люд昵 vostrick